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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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 開會 首先先確認上次的會議紀錄 上次的會議紀錄已經放在各位一眼的桌上 請參閱 對上次會議紀錄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各位議員 沒有 那我 沒有意見的話 會議紀錄確認 向大會報告 今天的議程繼續進行公務部門的業務質詢 那我也在這裡說明一下 我們如果十五分鐘的 執行時間 大家如果還覺得不夠 我們可以 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那完以後 我們希望 大家在沒有聲音之後 我們也以兩分鐘為原則 拜託大家 各位議員 能夠 遵守 謝謝 現在請登記第一號的 鄭新柱 鄭議員 質詢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 鄭新柱 我們現在的幹部部門 各位的長官 先來拜託到我們 做法局局長 你局長一下 我請教你 在我們 我們現在院生,沒有我們所有的業務報告裡面, 你說在100坑4年多,中間有9000坑, 也有98017的, 還是幾坑9000坑17的, 補助4000, 後來現在跟它做3000日, 來簽這個4000到3000日,是這個期間到當時, 那1千塊,7800塊,請我們的局長一下, 李局長請答覆, 那個4000到3000日,這是當時的時間, 切下來, 這個4000變3000日,這是9年的改了, 他主要是說, 他禁止那個主貼法, 規定說要禁止那個, 這個組織的補條,要禁止那個, 我們每一個地区的不同的組織的水準, 來去訂, 那時候我們當初是, 政府幾個次說, 是不是可以維持4000坑, 但是他說, 你如果要維持4000坑, 你自己市政府自己變得無省, 這個組織這個中央, 配合款是怎樣, 配合到究竟一下, 這個配合款, 我記得是, 好像中央是, 百分之八十, 我們市政府要變百分之二十, 是說, 你這個, 改議員報告就是說, 現在我們去年, 一百, 一百坑四年, 我們是總共補助, 九千坑十七坑嘛, 但是你整個年度, 我們總共補助, 差不多三千九百幾坑, 所以我們是, 為了要照顧更多的, 需要的市民朋友, 所以我們, 不得意, 接受這個方案, 這局長啊, 那是說到, 我們在議會齁, 啊, 我們現在, 如果, 這些現實在, 當然在說, 我們派負責, 齁, 啊, 我們沒辦法負責責責, 我就沒什麼意見, 中央基因, 波佐伯賞, 齁, 齁, 現在高雄的災解, 是最壞的啦, 買稅子, 如果這些稅子沒有, 像六七十歲去, 等都要稅子, 沒有人要稅人, 你知道嗎? 國長, 你知道嗎? 那個大廚要做人的, 老人不能做, 你知道嗎? 有, 我知道這比較是一些, 市民朋友有特殊的狀況, 是, 是我們做的老人, 他不做的, 是我們做的, 是我們做的, 我們怎麼不做的, 你下去了解嗎? 你如果不知道我來解釋, 走四趟那裡啦, 所謂這些人, 人們不能做的, 我做議員, 不然很可憐, 我們的主席沒有在抗, 他形象比較好啦, 我這個形象, 我會做無處的, 都來找我, 我就去做淡寶人啦, 如果打拼的時候, 我就要說, 我都去給我發熱傳, 就說老外手機, 這樣耶, 你去給他貼貼, 現在連廚要做人, 就給你捐人啦, 因為這些小孩, 小孩嘛, 都老人家, 老人家, 老人家, 或是說自己的, 各種老人家, 不可以做廚啦, 這哪有夠可憐呢? 請問你在九千坑, 十七號中間, 裡面打掉他, 沒有, 申請沒有過幾號了, 我們七番內, 一百坑四年多, 九千坑十七號, 你把補助三千二, 幾號沒通過啊? 來申請的總額, 我記得是九千九百幾號啦, 啊, 我們本來的獲得, 中央號是八千八百幾號, 啊, 鹹那個, 把補助三千之後, 我們合計, 都總是九千坑十七號, 這樣打頭, 這樣打幾號出來啊? 打不到一聲啦, 所以差不多七八八, 啊, 這七八八是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 造金補貼, 那是經紀, 全國一致的標準, 就去深測啦, 啊, 所以只要合計, 只要深測, 主計, 負貨賣, 我們都有給他, 做金補貼, 太奇怪, 你說的差不多八八, 就沒有一聲咧, 啊, 看他幾號, 我還給不出來, 你倒的, 也不知道, 那些都來找我, 大家都知道, 師傅啊, 都在貼音公園, 所以大家都去找你, 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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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任務團委, 多少的, 都我在, 我在, 還頂上, 應該是送一個美加也, 本來就, 月紀感就過了, 啊, 不如說, 我們議員太厲害, 我, 還有填本挺的, 我看, 我覺得, 兩大八趴啦 這貝師傅這真正修理的部分 就是通常來申請是九千九百幾號 我們外出的是九千空十七號 是說七萬 經濟外 就在換申請 每年的這個期間都是 只要申請到 跟我們土法局申請到這個 波濁儲水 每年都是七月開始修理申請 我們修理申請進行都會選團 對原本的一定有申請的這些組合 我們都會發簡訊跟他們通知 有的浴水我們還會特別去跟他們服務 這個申請我就要求一個 兩禮拜五我看比較佩合一個 我們的市長六百天 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這個沒有經濟外 說現在立委是一貴盤 文部百官都清一色的民進黨的 還有我們的南霸天說是 行政院長本來的人選 還做中央補助八成 你去一天 定義你去看四年度之後 你現在另外在看另外二家就對了 就說在今年度的 那個人所才會比較正是怎樣 師傅說現在今年還沒開始修理這個人所嗎 家共選團的土地 這齁比較好 國民共好受賢 比較好像我在替霧梨在穿架子 拜託一下 不然你去七八成都 是王爺到不來 我接不走太遠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們的主席有接到這種的 有嗎 像這個教授 不是你在說的 現在的單身 拜託 如果能夠正出過 我又強調 市長六百天 以前行政議長跟總統本市人選 立委還實施的過半 以前都把國民黨經費沒有半 現在落不落呢 現在又落了我們就能抓了 就能找了 拜託他 如果能夠過 國民黨好受賢局長 不要拜託你一下 盡量來盡量啦 盡量來盡量啦 現在我來請教我們的幹部局長 王局長 在這個無障礙 那種的措施啦 若是現在都有 那是旧行的 像民族社區那種的 或是說其他旧行的公務 那就是在民國九十七年進行 就沒有那個無障礙措施的 隸私現在這樣 可以不時來發展 發生到我們的境界啦 就是說 要設一個無障礙 那種的 論議會放上去 不然我就有人設 經委也沒有要補助 求求你的看法 我們說 這有辦法來盜 盜一個時候自己盜了 趙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那個 官司合併以來 我們建立文 對於無障礙設施的 執行作業程序 還有人 認定的環境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修正 其實我們很主席 在執行的 就是說 以我們的無障礙這個部分 是用分類 分期跟分區來做一個執行 其實 很主席 我們是以輔導為原則 為主要目的 其實我們建立的那個開法 當然 剛才紀元在說的 無障礙設施的設置 它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 讓我們建管處 可以去協助他 看他要如何改善 更舒適 來 我請教你 原則在 插情所設的公務 無疑無障礙 那種的措施 論議 論議不可以記得 你說到 我們的小孩 的單位有在服務 來差不多到真服務幾間 成功的 補款給他盜用的 有幾間 我們 你剛才說 有在補助 有在盜完完 在把這些所有的 展唱的朋友 有在補助 憑一個香氣 讓我憑一個香氣 就好了 幾間 其實我們現在 和內進部 有在 建議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 以臨進行主席的公務 尤其是雙併的 五樓公寓 還是幾樓公務 像說 我們要怎麼來設置 無障礙的設施 就是電腿的部分 所以我們 和內進部在研究說 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 它中央 要怎麼來補助 我們地方 公公公的佩生 這公務 要怎麼設置 無障礙的設施 有什麼研究 局長 這個 北極的勞小姐 你剛才說 都會來找 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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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和媽英九六三三三間 這樣說說的 還存十五天而已 對不對 你這個阿摩 欸 主席啊 連一樓都沒有啦 我們如果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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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我們這個在那些票開出的那些 你也知道總統票 說贏得要幾百萬 政策沒有補行 這就你也補完了 假設說有現在開始 新政府在這點局長 在我們車做局長 都在中央在做部長 我給他拆過 我給你看名字過 你又掉線去了 是不是可以 第二 現在還有新聖 拜託 來跟他協助一下好不好 這個 今天我們來節目這邊 其實這個速度演繹得很快 一定差不多都有一些名目 只是說還沒有定案而已 好 再來請教你 關於在我們業務報告 譬如說辦理土地政收事業 處理 有那麼一樣 公共工程用地 你們都查過16年 我這是問的 不要問的 政院 政院的 你的政院的局長 你跟我說要政收之後要一千年啦 所以我現在賺一千部落 讓做 捧過海田地 賠做兩仙 賠做吃八百二仙嘛 我還要來跟王爺照會收 只有到一千月 你說一千當局長 你這個 你這個 有說到 總共有這個16岸 16岸 你在黨用的 上面我問 我們的地政局長 我問到這一頭 就在海 我們是當地 這樣海到的幾家 齁 這個16岸 你們就有 開始要用到的 啊 到後面就要政收 這10萬元開多少 我真告訴你 補多少 因為我們進步前齁 不管說我們道路的開闢齁 還是我們公共的開闢 那當然拖的是 一定要政收嘛 要憲主席 我們進出 你這如果 那天前 日本時代 你後 國民政府威賴沒有政收的 那是 那是一千年 那政收之後啦 那我不在說 我說你這16岸就好了啦 你這台北才16岸 跟政收之後 開我的錢 政收之後 你這補在這 我在地的村裡有看嗎 來 稍後再補一下 給你們 請 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們不是說 我們這案齁 他很主席的 執行策略上 是說 我們是分連給他啦 不是說 我今天要做這16岸 就一半的錢 全部含 那個 全部的土地的徵收 或者是協議架構 就是全部的 不是這個意思 是我們 譬如說我們要開票這個公司 我 就含 不好意思 含 就是含我們 的土地所有管理 就是含協議 協議 協議 我這個土地 跟你分補充 我就分補給 我們的土地所有管理 或是說 這個土地 他 到路開闢的時候 含協議 或是分製四黨 所以我們是逐年齁 編列預算 不是一半 我們這個 房屋的健全 你有反應過 你如果像民族社會 我每天就有那些 每天就有那些 我相信 主秀差不多有那些 這個健全 如果是說 不用反六流 五流就怎麼可以 五流完整就沒有設電推 這就真的比六流去的 還比較危險 垂去的 我記得我 那時候看 民族社會 是用倒的 你聽說 用那個 那拼 整邊拿來倒下來 不是在那裡現機的 我的理解是這樣 整個就沒有六流 就沒有 這個 健全就沒有補充 還可以整處一下 所以這裡跟我們特別報告 我們這面是說 八十六年 五月蒸 以前的 六流的大樓 當然我們在說的 五流以下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有注意到 我們 我們和來進步 有在研究這個問題 其實來進步 有一個叫做 安家固園的計畫 它是一個五年計畫 特別我們有說到 我們五流以下的 要怎麼來 要怎麼來做一個健檢 要怎麼補充 其實以安家固園這個計畫裡面 是有的 再給兩分鐘 來喔 拜託...... 這一年 紅粗一年 我們像是放工不能幫忙 andra 騙尾聲有罪呢 我就跟你騙 這議員你都可以跟委討人結 我騙尾聲不行 你看主席笑話呢 騙尾聲真的會落地上 不要騙 好 謝謝請坐下 我們請鄭政教堂局長一下 請教你 我不罷了 我的老師雜誓 我讀小學而已 就專長做五次的說這個 但是土地平定要徵修 都在這個十五檔裡面 就要處理改冠 是不是我們這個法律庭這條 我的 本色的意思就是說 你跟委託道路用地 機關用地 航空用地 放塞地 沒什麼補地 還是沒管理就對了 已經在開始十五檔 十五檔如果不夠 一個中山大學的教授跟我說 十五檔沒有徵修台的費稅 來教授 有這條法令 我沒有啦 我也沒什麼 來請教授一下 請教授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的指教 過期的土地教授裡面 它是有規定 但是民國七十七年 土地教授收了之後 這個公共四十 會處得 就沒有那個規範的犯罪 沒有那個規範 是 教授的意思就是 十五檔 就還有十五檔 還是沒有規範 委載的議員 只要我重講問 本色跟我們一順 跟幹部局一順 就不可能可以清修 我請教授 不可能包在黑幐上 這樣啦 這些政府夠拗壬耶 所以你的贏物 不知道你跟他 sumung 好我還要認真 付到你 你的話 你的話 既有投資 教授 上州 尋找 看 按 你不會 尼 這樣十五檔 還跟他吹風 了 ATM 或者是 政府是夾备是够的 甚至你們自己是五周 你們3、7、5周、2、8、5、4、3 向你百種的稅子 全部都在裁刺就有 一些人的稅草 本來我們十年都可以 十年都不能稅大 獎金的意思 本來就要像鐵座 被罰的事 就像大肥Q 完全是一件事 最後一個是協團 我們幫忙處理公安設施 我們都盡量去做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個禁修了 如果沒有使用的這個土地 我們的市場內裡 也有一個機制就是說 去檢討 如果禁修了 沒有去同樣的部分 這也在每一天 都有秘書店來主持 來看檢視看看 各個機關 禁修了不同使用的情形 如果禁修沒有使用 已經沒有使用的 這也要行人的 土地也要行人的 也有這個人行人 他剛才四月二五 因為禁修廠剛才有主持過 總共檢討的結果 是 都很有疊癌 你說的疊癌喜歡作用關聯 我們現在有什麼 他這主要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人 他在庭廣公司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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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庭廣公司 這樣我失敗結婚了 這樣我失敗結婚了 我就有的一條出來算了 放在樓下 四個桿樓樓的郭沙貝都跟緊急 我們土地人是這麼有機會 所以請出一三個班 這叫我幫我出席 我給大家講 我給大家講 謝謝啦 我給大家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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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傅 師傅議員 他很卑鄙 所以很多這些陸生都會去找他 他都會盡量幫大家到三天 所以我們在座的局處 如果我們師傅剛才所說的 我們做得到的 我們盡我們的職責 幫他到三天 讓他完成這些陸生的請求 感謝師傅 我們接下來 由劉新正劉議員質詢 時間十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我們公務部門的各位首長 還有我們的各位主管 首先我請教 我們公務局趙局長 局長 我們的衙門口道路 目前的進度如何 內門的 趙局長請到 說總埔理那個 對 那個是這樣 其實上面議員 我們有非常非常的關心 我們有在這裡討論過 那個議員 我們有知道 他非都市計畫區的道路 現主席 我們一定定算 一定 他後禮拜定算 可以把它定線完成 定線完成 一個步驟 就是要召開一個說明會 這是第一點說明 那第二點說明 當初我記得里長也有隱諾 因為你要拓寬 對 你要拓寬 旁邊一定要有土地 所有全能的同意 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跟里長 再來請 他跟我說沒有問題啊 土地使用那個部分沒有問題 只是我覺得進度是慢了一點 沒有讓我講完 那第三點就是說 我們那個可信評估已經 其中報告已經OK了 所以這個部分 上次韓紀元在說 所以我們 目前的進度是應該還OK啦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動工 只要這邊程序完成的話 我預計在看年初 年底 年底或明年初來動工 好 希望 希望能夠 這個進度能夠掌握 還有一個 高133道路呢 目前 高133道路 上次你跟我說 你會爭取 向中央爭取預算 好會提出去 現在提出去了嗎 那個 上次有跟議員報告 在104年的那個生活圈 是沒有 是被打回票啦 齁 那我們 我們預計在也要申請106年的那個生活圈 或者是專案補助 你提出去沒有 有打算 齁 目前 要提出啦 局長這個非常重要齁 因為這個偏鄉 偏鄉地方齁 我知道議員非常的關心 好不好 局長請坐 這個不能這個齁 不要忘記齁 你的承諾 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呢 這條道路呢 這個橋樑 光是這個 梁柱啊 那麼厚 那水過的時候會不會阻染 會不會染到水 會不會淹水 請趙局長 你對於這樣的橋樑的設計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趙局長請搭 其實不管是河川齁 或者是次要河川 你要都市計畫道路要經過的時候 一定要架設這種玉綠橋樑 或者是剛過的橋樑 但是有一個要點 這個要點就是說 你那個玉綠兩底 或者是你剛過的兩底 你還有跟你 我不知道這個河川是 主要河川 次要河川 它一定有一百年洪水位 跟五十年洪水位的水位高 它有一個出水高度 它有一個出水高度 局長 不管怎麼樣齁 你一個那麼大的河川 你光是做一個橋樑的衡量呢 就是快要到跟河川 那樣的一個拉近 那麼大的一個距離齁 這個不是一個 這個橋樑設計呢 我是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這個橋 是不是我們公務局做的 報告議員 據我了解 你看 這個是美濃的太河橋 太河路的橋樑 如果說像這個橋 剛剛完成沒有多久 完成也不是很久 如果說是這樣的 103年我們才去做檢測嘛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橋樑 如果說我們高雄市政府 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做的話 到處都會 都會 都淹水啊 局長 我是拿這個例子呢 讓局長參考一下 以後我們橋樑的設計呢 所以不能這樣子 好 我相信橋樑不是公務局 橋樑在施作 一定會跟水利專家或水利單位 不管是水利局或水利署 或者是河川局 他一定會定出一個出水高度 所以那個橋樑底的高層 一定要經過水利局或者是河川局的審核同意 那我這個就覺得很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怎麼會過呢 我不曉得如果是水利局也同意的話 我覺得非常奇怪 我想這個施工應該是可能公務局施工的 我不知道設計是誰設計的 目前了解不是公務局施工的 好了 那局長請坐 我提供給局長做參考 以後橋樑不能做這種橋樑 接下來呢 局長麻煩你看一下 這條路呢 我們曾經去會看過 美濃民族路 十八項跟文化路十八項 東河橋兩側 它的道路是怎麼樣呢 局長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站在橋樑上 我們往前面看喔 局長 我們往前面看 再往前面喔 開始彎 如果說 我們為什麼不就這樣子直接拉過去 因為前面的路是這樣彎 彎了就就到這裡來 直接拉過來 就好了 偏偏要彎一個S型 這邊S型喔 人家橋樑這邊又是S型 怎麼會有這樣的道路呢 而且呢 這個是我們公務局 才完成沒有多久 好 才完成沒有多久的路啊 局長你看 就往這邊彎過去了 好 你看 好 這個 這個 那這個呢 就是橋的另外一側 你看 也是S型 S型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曾經養工處跟我們去會看過 去年就去會看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想我們養工處去的同仁呢 也應該有看到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好 而且呢 夜間容易放在車後啊 開出去撞到田裡面去了 好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啊 好 另外一邊啊 另外一邊 也會撞到 也會撞到 好 會撞到房子裡面 會撞到別的地方去啊 怎麼會一條路的兩邊都是S型呢 我是希望 局長 趕快把這條路 把它拉直 我也問了 前面的 一些 土地的所有者 他們願意 如果說公務局願意的話 他們願意提供土地的 提供出來 好不好 這跟議員特別報告一下 剛剛所看到這個彎區的道路 是據我了解是區公所來試做 但是區公所有一個困難點 是土地所有權人是不同意 我昨天為了這個案子也跟區長 昨天晚上也跟他通過電話說 欸這個怎麼會這樣子做 結果他的回應說 因為要起得到周邊 就是旁邊 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 目前就起到一半而已啦 如果是說我們跟區長這邊 如果是他土地所有權人全部拿到 我們立即來辦理 好 好 局長 那這個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不好 因為這個哪有說S型 兩邊橋裡兩邊都S型 我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局長 我建議 是不是能夠開闢 旗美 從旗山旗尾到美農的登山 眾所步道 好 這個錢花了不多 好 局長 你看一下 這個是 站在美農的 林山的山頂 觀看呢 我們的 齐山 內門 鋼山 高雄 這邊是高雄 鋼山 內門 你知道嗎 風景非常好 比我們高雄的財山還好啊 你看 這個呢 是在看的什麼 看我們的 內門 這個是山頂 下面是男子仙兮 好 這個是美農 他看到他當時 又霧 又雲 很多 好 我是希望說 這個呢 也是美農 風景非常好 好 這個呢是 這邊是賈仙 你知道嗎 這男子仙兮 這個是山頂 所以呢能夠呢 把這條 從齊 從齊尾開始 一直走 走到 走到美農的話 一邊可以下到山林 一邊可以走到 走到美農 好 然後呢如果美農 往齊尾走的話 可以呢 去逛齊山的老街 甚至 品嘗齊山的 一些美食 好 是非常好的一條 到了這山頂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齊尾山 現在呢 從這邊只走到 只剩下 只剩下這邊開始 到美農鎮 一小段而已 齁 因為齊尾那邊 已經有了 美農這邊也有了 只把他接起來 把他接起來 這個呢 會是功德一見啦 會永遠留下 局長 你非常好的政績 這個 報告議員齁 既然這個過程不錯啦 其實那個高雄的財產 我去爬過了 對 既然我去爬過了 都很漂亮 所以 但是 這個頭頭紀元 這個過程 會遇到一個難題啦 但是我們要 共同來解決啦 主要是 他是林務局的保安林地 所以說 我們也要經過 我們來進行嘛 來升級嘛 我們共同來努力啦 對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找林務局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 對 如果說我們來 來做這一條 一個重手步道 步道連結起來 對於山林的 林務的保護 也是有幫助啊 也是有幫助 好不好 局長真的你看 就齊瑋山就在這裡啊 就這一段而已 就這一段 好 並不長 好不好 好 可以為 你 跟市長留下非常好的證據 人家只要走到這個 就是 陳菊跟 我們趙局長的時候做的 好不好 劉議員 劉議員 我會劉民啊 好 還有 局長 月光山隧道 如果說 齊山 從賈仙山林的人 還有美農 他們要到 就是 賈仙跟山林要到高雄的人 幾乎都走月光山隧道 美農人 他們要往山林要經過的 也使用的非常高 100個人 你可以問 如果說有做問卷的話 絕對是 對於裡面的空調 空氣的不好 非常非常的不滿 好 我曾經呢在網路上 一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在講說 反應非常非常的熱烈 他說這個呢是 已經的由來已久 政府一直都沒有改善 如果長期一直在使用 夜光山隧道的人 一直經過 經常經過的話 對身體會造成不好 局長 那裡面的空調 是我們養工處負責 希望局長呢 能夠呢 把設備給他改善 來改善夜光山隧道的 那個空調不足的問題 局長做什麼 夜光山隧道的 空氣的品質齁 其實在公務局的養工處 有幾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就是 平常一週都會去沖水取路 因為那時候 有時候車過 有時候一些落塵 所以養工處這邊 會去洗路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有時候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覺得 夜光隧道裡面的燈光不足 這個部分也改善了 另外頭頭在說空調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我記得 不管是前一個年度 或前兩個年度 也已經做一些改善 所以說我想說裡面 是不是還有一些改善不足的部分 我想我們養工處會再繼續 好 局長 這個呢 我希望因為現在還真的都不好 因為我也經常過啊 好不好 這個看看怎麼來加強改善 這個橋呢 請一下地震局長 這個橋地震到現在 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到 局長你在答覆 因為我時間關係 因為這個橋到現在都還是封住啊 摩托車也不能過 汽車不能過 那到現在 那到現在什麼時候開始要動工 要修建 這個橋 它呢 是哪一個橋呢 是這個 這個 我想同仁等下看了以後呢 等下趕快 等下再答覆一下 還有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這一棵是 這個是美農呢 開裝的薄工土地工 裡面呢 這一棵老樹 這個老樹呢 已經死掉了 死掉了呢 然後文化局也是呢 也是 知道說這個呢 這條樹呢 也同意這條樹要砍掉 這個呢 隨時可能會壓下來 那一天 這個來這裡 祭拜土地工的都是老年人 那一天就可能危機 就可能壓死人的機會 就非常大 壓到老人家 這個不出人命嗎 結果 公務局在推 我們的 公務局在推 然後呢 文化局在推 政公所在推 區公所在推 這個到底要怎麼處理 這個到底要怎麼處理 請局長答覆一下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米農這個 東門路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 北宮 他這個換手裡面 都是定為古蹟啦 那當然要 當然要 經過文化局嘛 文化局同意啦 那個我還沒講完 那那個等於是 我們也跟文化局很想聯繫過 也要合作 還有 等於是公務局 文化局 還有區公所 這個我們會合作 那當然文化局 也要他們會主政 我們會協助他 這個意思就是說 紀元的意思就是說 紀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張龍樹把它移掉嘛 對 所以說我們會跟文化局來合作 就是說 我們在移的時候 我們是怕 動到骨雞 所以請文化局的人來協助 大家互相協助 我們會來動手 好 請坐 反正 這個呢 以老百姓來說 這個就是高雄市政府的問題 不管你公務局也好 文化局也好 不管你區公所也好 這個地方 如果說 讓老百姓覺得說 一棵樹 要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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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移走 有那麼困難嗎 如果是這個 還是這樣子 三推四推的話呢 會讓老百姓 對我們市政府 請再給兩分鐘時間 另外 這個呢 一個月以內 我想非常多 要把他解決掉 要把他解決掉 好不好 局長 麻煩一下 接下來 那個 我想跟 那個 那個 地震局長 請教一下 我們南農地區的 南農地區的 整地 土地重化以後的整地問題 要怎麼 到什麼時候 才能夠結束 因為 到現在為止 為了整地 那個 沙石村呢 進進出出 道路也壓壞 也影響了我們農民 在農作上的一個 交通上的一個問題 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我上次我就請教了 我們局長 但是到現在為止 還是在整地 土地重化一個地方呢 已經化了 已經化了將近五年 四年多 但是呢 現在又後完 土地重化完成以後呢 現在接下來 為了整地的問題 插持到 又還在進進出出 我想 這個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還有剛剛 提到的 如果說徵收以後 的土地沒有使用的話 要對老百姓做一個交代 我知道 剛市政府在美農 有一個 制洪池的 徵收的土地 水利局長 蔡吉祥告訴我 不可能再在那邊做 制洪池 既然我們已經確定 那個制洪池不做 那就請趕快 把那塊地呢 還給老百姓 還給老百姓 蔡局長已經講了 那不可能再做制洪池啊 好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 我請教我們都化局長 前不久 前不久 我們的美農的鄉親 來申請公久的土地重化 他告訴我 美農的都市的西部計畫 都已經撤銷 如果說 現在所有的 要申請土地重化的 好 市地重化的 全部都已經沒有了 還要只剩下一個地方 為什麼這樣子 而美農不需要發展 美農不需要發展 這個也請 我們副市長 打呼一下好不好 局長請搭護 議員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請科長回覆一下 跟議員報告 那美農都市計畫 在 去年度發佈實施 那時候公所提出來的計畫 那時候有經過評估 整體開發的地區 那因為 財務試算之後 重化的財務是不可行 所以那時候公所有提出 幾個方案 是將原來的西部計畫區 評估不可行的地方 那解除它的整體開發的條件 回歸到以代金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也讓民眾的權益得以保障 對民眾推廣 興建議員 喜歡從美國規定 那也讓民眾投赤 北益協議員 高興建議員 空脹分之下 路口獄 那個平等 阿現在洋て 我覺得是死亡不中的 所有的每個地方 只剩下區公所附近的那個地方 如像其他的圈圈 好像美濃不需要發展一樣 我覺得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美濃那個地方發展 我在總處選的時候 我提出海波 我們到現在為止 不是哪個地方去不去的地方發展 我們在市中心 市中心的做得漂漂亮亮亮 周圍的地方 市長的資訊 我修的資訊 那請主席 黃局長請當務 謝謝主席 謝謝劉妍的指教 剛剛提到那個橋的部分 那個已經完成了這個圖的一個設計 那有一些修圖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 辦理這個修圖當中 應該最近就可以來辦理這個工程的一個花包 那這個經費原來 我們是有報到中央去希望能夠用中央的一個經費來支援 但是中央幫我們打圍票 所以我們現在用市府的那個災損金 災害準備金的這個部分來支援 我們現在用市府的那些零星的一個工程 那去年十月花包以後 到今年本來是在五月底要完工 那因為各個這個業主 他本身他自己也有在自己整地 所以那個卡車會進進出出 那你如果說現在他還在整地當中 我們就進去鋪平那個道路的話呢 到時候壓過去又壞掉了 所以就是等到這個大致的一個多完成以後 我們大概是在六月的時候 六月的時候大概這個工程大概就可以做一個結束 是 他已經 現在是很糟糕 Ну 是 你還 check 沒有很多使用之前 那個堵一 Rich 就算是 是 嗯 這一個徒一ließ完了 我們馬上就來辦你花包的作業 謝謝劉議員 接下來請蘇妍誠議員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們這個鳳山有一個社區 它的現金到現在差不多30幾年 雜期的跌破了30幾年 所以就是說它都是老舊房屋 老舊房屋我小孩的時候 還在去的時候我還在看 它是用預祝的模式 有什麼一支一支起來 所以因為到現在已經是老舊房屋 我們這個以前也說過 建議過 就是說適合能夠以都更的方式來進行 對不對 反正這個農事的部門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這個 比較優惠 當然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有辦法來來獎金 是誰都不可以 是不是要來河外國獎金 對不對 可以說中出來的 你看看去三十六五十六 對不對 可以去的冠軍 好現代化 因為現在我覺得 五個社區那些中培 很可憐 因為有了 膝關節在那邊都退化 它要併一 併五個老舊真好 尤其的樓廳 那就是用磅補 雜水對不對 當然雜水新水 不然老舊 當然老舊房屋如果要嚴重 要是經費 你就不可以做修理 做了那些 我們說 要修理得很完整 真的 心有益力不足 這也不能怪人 你不費用 不經費的來玩 是不是要為何 所以既然長縱不能短痛 重點 都跟這個方式 是遲早要去執行的 但是你現在要做規劃 不再五個十個年 甚至幾十個年 才能夠進行 但是那個處已經不站起來了 現在你如果沒有要進行 是不是他後 你再進行 時間再拖延 這樣對這段 五個十個 這些中部 對不對 我們公司的情何以堪 所以本色的經濟 對不對 這個 看能夠用都根 對不對 他的面積 看能夠保留 玩家 玩家做小境 還能夠增高 反正你蓋上去 你土地蓋上去 獎勵容器用到大 我們這個市場 自己在利用的 也用到大 蓋上去 對不對 民主加福音 甚至我們公司的地方 一樓到五樓 你蓋上去三十六五十六 一樓到五樓 不分 我們民主 或是我們家庫 更加大的福音 我們還會很幸福 蓋上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 整個高雲的 大片高雲的 那些 激活室住宅 那些房子 一樓一樓 一樓 一樓 高雲 一樓 我相信 一個未來的 一個未來三十七 一個激活室住宅區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是真的很漂亮 我建議就是說 現在沒做 三十幾年了 現在沒做 你再給你們家庫 再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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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 六十年了 我們說實在 對不對 這時間拖了 房子 沒有很好的情緒 那些人是沒有顧肥 這個局長 你等一下再回答 自我先拖路一下 第二次庭 第一次庭 這個家庭 我也是這樣說的 對不對 就是說 我現在一個 家庭 很深深的問題 我們說的 也是很公平 很公開 公平 因為這幾月 不可以有棋林地 這個都不可以 他的精神 但是你看 現在的香港 空天國部落 幾十八年 三十幾年 開 第一 想咬不去 他裡面 他還要 蠻前三個 他還要六十二年 他有點失失 他沒一個電話 他也沒有失失的時間 都不太好 那麼這個情緒 我去抢渣肥 他做電定位 有時候 好像用胸肉哭 我聽說就是這樣 這是那些事 但是 這個時候 做電定位 他便經做公優市場 我在民國七十年做市民代表的時候 七十年七十年我做市民代表的時候 我有提案要給他變得最重要 變得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要賣那些人 因為這個當中的那家是他們建的 第一 第二 市場是他們建的 他們的祖先賣餐 賣餐 賣餐的 因為公所 持公所沒有錢人建 然後他們就是給他們建 照他們的公所名義 要合法 要清水田 所以照公所名義建 第一 市場在民國七十九年非修 那時候人家外聯 有人檢記要收拾 但是 到我議會說後 recht 該鄉倫又現場看 結果沒有人建 必然說出埠也是他們建的 因為公所沒人建 他整年民國八十二 三 五 十一年前 就是公加土地 讓市民買一個樓 他就是要照《 賢情卒浪租》 但是為什麼第一件事情無法這樣做 包括新草委員用那個 知識條例對不對 他也是賣的 還有五年期間給人做賣賣 賣賣幾萬元的優費 但是一樣是我要問蔡春局局長 蔡春局長也是有說 新草委員會怎麼可能用這個知識條例 她說疫情到底用黏綿 阿她後又經過一段時間 那東西要write 我當見她們很丁謹 很方便的 她是時代變遷 很方便的政治 她用支持條例 但是 第21、2119年 我們不是一樣的經驗 為甚麼不行 就是加個公有市長 加一個公有市長 公有市長 她現在也不是在生活區 我剛好就是說 民國75年、我自己 他做代表你拿的,我從最終要20年 最終要20年 連照府立行辦的,他在立正部的委員會卡電 差不多八個十千 全員要起來,卡電話說要收藥養 變過了,戶在調查,要做事更新 如果都跟治安男子私事重劃 你怎麼會用到那樣? 都跟我們都拿完調,同兩人都拿完調 所以他們多點不買他嘛 中山路,多點不跟新公路的地方 高雄館那些地價,地價錢和青十歲,那些都相關的 這個情侶那些,一平六萬塊買的 一間房子,一間一間房子,六萬塊買的 因為高雄館管理局有一個規定,美國三十五年以前 有起床在他第一次的國風各地給人說 所以我還要推完杜根 在這個情侶,你現在購買之後 他商業區,他是要十二米 十五米,但是他才十二米 然後他又變成既行地 外國再說,你對民國 二十八年,二三十幾年,他才到市街上也要走 你應該就是,鄉外府變成公有起床 公有起床,又變成雄養區 現在雄養區,現在你們在公園,又要變成公有起床 這個公有起床呢,他在市場,傳統市場,除了人氣志高 因為他就要簽出,一後三十萬後,他就趕出了 後來你們這個公有起床,還要變成雄養區 你們還要變成雄養區 我告訴你,頭上要算什麼變五遍 我們土地結合同學將這個議員的委員 大家是都 大家是,我覺得大家是都 對那個很專業啦 但是為什麼一個土地,一個所在兩個市場用地 這樣變五遍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這樣 一世人剛才變土地結合同學將落得很好 那時候你們完全照顧那個人這樣一群,變五遍 我沒有要追蹤,結束 傳統市場現在的公司,很多傳統市場慢慢退廠機制了嘛 退廠機制呢,他公用的,兵的府也公用的嘛 你不可以兵的回來嘛 頭到尾,變到尾,剛才這床給你們退回去,對不對 這樣都要變五遍,剛才價位 合理嗎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 當然,剛才舉例我也覺得裡面人很專業 包括我們的局長也是,我們府會升起來 對不對,所以這方面,你們的專業我是肯定 但是我是來做一個建議,對不對 就是說,不要再變了 你這樣變來變去,變成這樣就變成這樣,對不對 這些人會說話啦 那些人是不合理 他們開那些錢,對不對 住都不會拖廠去去那裡住 那種資料條例,不會讓人家賺得到 當時要修練嘛 你是讓人做一個公公表索而已 你,他們就多那久了,四十幾年就在那裡用了 你現在,說到四十五年了 你還要讓人逛出去,我覺得情何以堪呢 所以,我也覺得說,我們的局長,對不對 我們早就在旗站起來,對不對 從來自民靈靈,來出律後看 局長,可以說來做一個主議,不用再變 他還要變,真的會很難了 你才變變得不真正 這stäk 250年代不在蒙古結婚了 那你,怎樣變五分,像是你再看不看 那這方面,局長就來做一個 那這幫路管理,本地政局幫路管理 變成商業區的可行性 土真華,大夫屬家,大家說 惡華,人一贄餐 農民疫殖散 現在我們從高雄區 我們發生的時候 他們還有很多人在說這是惡化 但是呢 你這次 本舊工業區 本舊旁邊的 榜亞利 八十三個家 市長當然說 沒有要開發 但你不要開發 放在那裡農地 放在那裡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建議說 因為捷運的要在那裡過 是不是會讓我們變成商業區 這個案對不對 待會兒給大家可行信 應該是 我是覺得說 請幾個家都給你們政府 修補問題 讓他們做最多區 他們都在那裡頭身頭長的 你來變成商業區 他就 他就 青春了 會鼓勵要先造他 所以都等一下再飛吧 這五家一黨 五家一黨 這個土地建議的領領 區也請收 因為這有那個 中原社區有一個道路 頭前 後面都二十五米 到那裡 縮到剩下學米 但米的在那時候 學邊前我就 沒有在造成商業的事情 就是說 但是那時候的回答 就是說 因為這個五家一黨 這個土地界尾 對不對 他公司的偷地 對不對 沒有人來逼 用一個口袋 稍微轉換方式 就整個到二十五米 所以 本社會最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看待在這辦了 怎麼辦 整應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再次回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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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好 我們 好 不 好 就是透過這個中介團體來做一個宣導 就介紹得很好,所以可以取得很大的修律 尤其我們土開始,對這個土地的開發各方面 以前跟現在都非常積極在做一個處理 這本身的確定 當然就是說,因為今天有地方科長,李科長 因為我最近這些企業案件一拜託他,自己在走 但是李科長,他要翻臨,李科長的精神真的很好 每個事情都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們公司,民意代表也是父母,公務人也是父母 但是他說,李科長,公務人是父母,民意代表也好 我們一人不錯,參謀國庭也不錯,真是樂可貴 所以我們要花一個時間點,拿出來,我們應該去鼓勵 當然,公務人比較不清晰,也要做一個處分 對不對,是不是? 這個局長,你要看什麼,對不對? 你要來做一個處理 那這個國庭在第一點,會開發的,我們的公務有一點點 所以,我以前就說,我現在的國庭 真的,我們從什麼變很多 我怎麼在一起,第一次到一天,公務人就開發 那大型的五家花,整家裡開穿那個 那個國庭,開我哪有錢? 那你整個學校,學校,學校,小孩子沒錢,在那邊買了 整個水裡繳位,水裡繳位,水裡繳位,水裡繳位 水裡繳位,水裡繳位,在做處理 那用來放,還夠了 那真的是不簡單 我做市民代表和管議員 我沒有跟管議員,一次市民代表,對不對? 我都說,高雄館,光雄館 光雄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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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雄館 所以這個速度,是第一次幾年,對不對? 定義的第二次二三十年,沒辦法做的工作,第一次去到那裡 真的是公務區這名字,要這個真的可以肯定 現在就是說,這個國雄館 過範一個生命公園,兒童公園開我了贏 現在一個生命公園都在一起,十多個家裡 國雄館在那裡,國雄館在那裡開票嗎? 還是說當時要跟他開票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那個,我們鐵漁庭 鐵漁庭以前是,剛才一個辦的嘛 現在高雄館的工務區嘛,你們現在有 我們都在開票嗎? 到底是,你現在是理督心嘛 以前是全民運動中心嘛 全民運動中心,本來兩座經營還要收回的嘛 沒有,差不多今天收回的嘛 現在用理督心嘛,但是我剛剛在想,缺貌是什麼? 全民運動中心啊 所以我現在建議是說,如果來得起的話,對不對? 適合可以把綠都心跟全民運動中心的做結合 當然你要開票,一條我管道打通嘛 還有一條那個,佛英雞 佛英雞,佛英雞的那個,對不對? 綠智街的貫穿過 佛英雞風來做國王,對不對? 可以說整個運動公園 都是曾經的運動公園嘛 這意見真好,但是 本市是覺得說全民運動中心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些專手,要培養選手的地方都沒有 對不對? 照這個地方,對不對? 我是希望的 你這個區塊,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過空間,對不對? 用一個融合全民運動中心,對不對? 來做一個處理 再給兩分鐘,謝謝 謝謝主席 所以我現在說的是說 是不是可以朝著 多元化去做處理 我覺得空山,對不對? 是我們很需要一個村民,因為 我有說過 台北來,新北市的 都十幾個 但是我們高雄市沒辦法 所以,我們高雄市是因為 第一個,對不對? 來整廚,來鳳山運動公園,對不對? 來民,對不對? 來配合綠都心的整體開發 我是覺得說 這個是覺得這個 攪拌環境跟利用戒指,對不對? 是咳壹的 是香港人的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全民動公園 建立高雄,使用力又沒有這麼高 entra在文子館,還有一個包裝農鈾 我本身也覺得說 是不是 前例有期的能力提亮 這是很好的 是不是我們都能夠順回 。 那 對啊 也感謝我們的那個 公務時,對不對? 我是說開票是新開票做的 你們那個給我看的 九年我倒露 一百零四年了 三十幾 驚人的 你們的公主報告 這個速度 在開發 我覺得我們高雄館都沒辦法了 但是有一個外出 給公國 公國地區到公國縣市 去就怕死人了 去百年三十年 那負擔真的大 當然的建設 建設會帶來這個 沒有不對 會帶來這個地方的 開發這個地方的 你帶來這個生活品質提升 但是這個稅金也恐怖 來 我們對那個 剛才一位先回答一下 李局長 你先當負 謝謝主席 謝謝那個 多謝蘇議員 接近第一天 五角社區 這個都市更新議員提議的這個部門 我想 當那個 當期來看 可能一定是有這個需要 但是現階段裡面 因為五角社區 真的 很大 總共五十幾公斤 裡面我想 五千幾 它是分幾個去蓋的 所以有些部分 都營建設 當初是蓋的 所以那個 有一些土地 就建物部分 那個大概是 沒有產權清楚 但是有一些交叉十分的這個 現在營建設那邊 還在釐清 我們一直在獨層 所以 在這三款的問題 離清之前 其實要辦都市更新 這個 拆除重新 整個 以前 不管如何 這是我們都願意 如果未來要辦的時候 我們都願意去 政策工具上可以獎勵 我們都願意去提供 那現階段針對五角社區 有一些 剛才議員在歡迎說 有一些老罪的問題 我們每年都有變醫生 他一年 因為 醫生悠寒 所以我們一年都可以 收理差不多三十五四十五 這樣繞繞收理 這是他的議員 所以 未來 如果說這三款的 這種 那種 齊分的部分 把 鐵鐵 創造清楚之後 我們會 如果是大家有議員 議員 如果有 大家有共同去更新議員 我們派人去做 負責率明 進出一些 保養的經費 以後 出生的時候 給一些榮子獎勵 這個我們可以來做 第二件 我想 鳳山第一 第二 公休市場 這個議員長期在關心 所以 我了解 過程其實 變來變去 那也不是說 我們願意 一定是某種的情境 他在十二年 九十幾年 兩百 現在我們還在 同盤檢討 進行議員 歡迎的意見 也是由於 我們董委會的意見 裡面去讓大家去認真 議員 那個委員都沒有 針對那個意見 去做了解 現在我們繼續在辦 所以議員 是不是 針對這部分 議員的意見 第一 公休市場 到第二 公休市場 對 你這個 副代表名 要出 跟 你這個副代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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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一定出 我們 我們 車人 我們一定出銷 所以我說 因為現在我們還在 市委員會全然 小桌 有在心臟 所以 我們如果 rust 市浜 市財 市众 市支 市匡 청 市會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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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才會被抗爭,我還會被抗爭,這樣不就了 沒關係,這個議員這個部分,我們回後再把你的意見,我們還把整理起來,還來度一回到 因為分枯變經這有一定的負擔的壓度,會比例 主要是在安心,我們提供好了 那你如果說醫療費用之後,我們會不會 這不是我們講的算,我們有規定有議員,大家有意見,我們來提供,我們再來探討 所以我就說,我們跟他意見,再給他寫下去,再給他討論一遍 好,第三件,第三件是本州的部分,本州的部分,其實這個目前在推動,比較適合困難 因為我上次市長的市政報告時,議員也有拿去,我有跟議員報告一些事情 沒關係,我覺得議員說的是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的是說,我贊成說 從醫療捷運通過那裡,差不多那個時候,我們更來重心來檢討,看要怎麼辦理會比較適合 好,最後是有說到 其實這個案子,在我們市都委會已經是在一百二年,年代那時候就通過,送去來進步的審査 現在,因為來進步開幾個禮拜,這就四百個全民修作會議 所以他要求說,我們沾對這案的公約性和必要性,再補充給上誓,還可以送來進步的審査 這最新的進度,再跟議員報告 趙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謝謝書議員 謝謝主席,謝謝書議員 既然在關心的就是 我們鳳山綠都心 裡面來設置國民運動中心 我知道我了解啦 教育局的提出,在 在申請這個部分,它中央有遇到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跟教育局在研究說 我們這鳳山綠都心 是往森林多元運動的模式在發展 所以這個案,鳳山綠都心這個案 其實他們說就是我們幹部教育局 還有社會局,還有鳳山區公所共同合作的 那當然裡面的內容,包括說 我們周遭,包括荔枝街的道路的開庭 包括我們整個 整個這十億公頃的園區的改造 也包括裡面體育設備 包括我們體育館 有應地頂頂設施的改善 當然啦,這裡的導主委金額 我們很關心 導主委金額也4億多 4億7千萬左右 所以我記得上面 我們上班的第一天就是二月十五 市長也非常的關心到現場去行事 也在那邊也對市民朋友做一個先事 也就是在明年的年底要來完工 以上 好,謝謝蘇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曾光鋒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想我們今天就三個議題來做一下 來探討 第一個議題就是腳踏車 高雄市的腳踏車道 我覺得引以為好 那當然也是所有 我們整個台灣很多各縣市 模仿的對象 那天我們小組也邀請我們的企劃室的處長 來做一些針對大高雄自行車道的一個路網的一個簡介 我其實相當感動 不過有幾個我都覺得應該要提出來 我覺得公務局在這幾年當中做得非常的多 這個城市也因爲你們把這樣的一個高雄市的建設做得非常 我在這裡也公開做一個表揚 但是有幾點我都覺得我們現有的腳踏車道 沒有一個正式的公務預算 七百到八百 從零到五到現在幾乎八百公里的一個腳踏車道 這八百公里的車道後面都是去人留一些錢 或者去一些包括我們的環保局的應該是空屋基金等等 這些經費來做我們的腳踏車道 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能夠這樣還可以做到八百公里的這樣一個路程 不過本席還是覺得要強力的建立公務局 在明年的預算裡面 如果我們應該要把腳踏車道去做得更精緻更專業 更能夠帶給市長在這一次的任期裡面 他的宣示其中一個主軸就是移居城市 四個字移居城市 移居城市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我覺得 腳踏車道 人性化有善化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腳踏車道 我們有必要去做一個更具體的規劃 更大額的 不要分那麼多年 我舉個例子好了 因為在這次處長的報告裡面 我們的像我們臨池塘的自行車道的路線 要到107年 局長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的強烈建立 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這樣的我們現在所有的自行車路線的路網 我覺得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可以需要再增加 這樣的一個好的政策 我們一次到位 不要分這麼多的 這麼年度才開始在整個把它建構 局長我會強烈的建議 腳踏車自行車的步道 怎麼樣去勾勒一個 這兩年特別是市長在這兩年多的任期裡面 整個要做一個通盤檢討 在明年年底 我覺得就是全部要到位 因為我們到第三年 明年跟後年 我想很多要修飾的地方 我的建立大方向一定要明年就要到位 所以本席在這裡 這個我看都花不了多少錢 一個移居的城市的概念 最重要是宣示這一個 所以局長我是覺得有期待 那我們做得也非常的好 我在這裡是不僅公開比方 而且我應該要更積極的建議公務局 你的經費 空務基金有空務基金的一個 他本來就有這樣使用的一個科目 那我們也強烈的覺得說 去挪用到空務基金 本是在當初建立的時候也不宜 所以我會覺得說 腳踏車自行車步道 怎麼樣這兩年半市長的移居城市 腳踏車步道的這樣的背後 怎麼樣去實踐這個政見 實踐讓高雄市民 那甚至讓所有台灣人來觀光 能夠來這裡 我們就是要來騎腳踏車 我們這個城市已經慢慢蛻變說 它屬於移居城市 但是我們要更精緻化 更所有的台灣的民眾來高雄 它更適合來這裡 不管去吃海鮮也好 逛雅齊也好 它還行動騎腳踏車來運動 局長這一點我會強烈的接 是不是有什麼要補充的 阿翔局長 趙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高雄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那當然市政府對自行車道這個部分 我們相當相當的重視 那當然公務局在自行車道的部分 當然我們是秉持著 就是一個自行車道的紅河串連跟優質化 這是我們對自行車道的施政的重點 另外目前我們達到八百公里 另外還有剩下兩百公里 那當然我們配合整個高雄市政府的政策的方向 包括目前就像我們鐵路地下化的部分 包括我們未來就是在我們高明溪沿岸 高明溪沿岸自行車道的建置 這就是說我在騎腳踏車一邊看到車 所以另外既然還在關心說 在我們一百零六或一百零七年度 對自行車道的預算要編組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做 對我想我們有期待 我覺得說 為了一概要到位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整個 整體的一個腳踏車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會讓所有台灣人 不僅來這裡學習 更想要來台來高雄這裡做觀光 來這裡騎腳踏車 我們往這個方向來做 好 謝謝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我要講到的是 公園的那個運動器材 我想如果做民調的話 老伙子去公園運動是第一個 幾乎大概一半以上都會去公園運動 那養工處這幾年當中 也編了很多的預算 在做很多的運動設施的安置 還有很多的不同項目 不過幾年來這些的運動設施多少也老舊 也花了很多錢來做這方面的維修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這幾年當中 我們是不是要通盤檢討說 到底我們現有的公園幾個概念 第一個我們到底是不是公園要全面性 要有一些運動設施 那這些運動設施哪些是可以適合的 第二個是它的年限是到底幾年 它也是不會到過年限的時候 去全面的做一個編類 第三個 這些維修的費用 它吃掉我們現有的 我相信都比新的還多 好初長我相信會應該比新的 因為我所有這些里長或地方民眾 來跟我澄請的 我剛剛在這個 我們這個大會之前也拿一份資料 我看就大概 我的助理拿給我七份 七個來自不同公園的運動設施 我想很多來自不同我的議員同事 應該也有這樣的一個接受很多民眾的陳情 因為不是壞掉 那壞掉其實也很容易運動傷害 是不是處長這邊 我倒是有建議是說 養工處要充滿檢討 在這樣的一個運動項目 就是那種運動器材在公園裡面 到底一個公園面積多少 去安置多少的一個運動器材 這是要一個合理的 而且不是無限上綱的 第一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我們會好做人 因為老伯子覺得說 他要站腳踏車 他覺得他說要用手藥的 他就去跟你建議 現在就去這個有限的空間 就再多一行 然後就排擠掉很多不同 人家不想要去這個空間的運動的人口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在合理的一個面積的運動器材 我們養工處應該要著手去做這樣的規劃 第二個 到底多少年度我們就要把它弄 就是要把它做一個淘汰更新 第三個 我們這個運動器材當然要有認證 因為沒有認證 我相信這些運動器材 也因為有一些故障 更容易造成老年人的運動傷害 處長針對這個 因為你剛剛也有私下跟我解釋說 這些的運動器材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具體的維修 我剛剛也聽到了 我覺得也滿意你的答案 不過 我覺得在經費排擠中 這中就不是辦法 因為陸陸續續好多的公園 那一項那一項我看我現在一項的已經兩三百項的運動器材 代修 兩個字代修 處長是不是回應一下 吳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委 謝謝政議員 就是陳如剛才議員講的 在在幾年前就是大家開始風行那個公園體建設施 那時候我們有編列 就是有專門找一筆預算 那時候因為剛開始設 所以很多很多民意代表跟那個地方的序 就陸陸續續就建置 那大概過了三四年以後 現在就是剛才議員講的 他有一些故障 那如果說是單點的故障 你如果說就把它整個拆掉也很可惜 所以我們現在的預算在我們今年度的預算 大概有超過八九成都在修理 之前設置過的 八九成的預算都在 所以幾乎已經吃掉你設置新的嘛 就在修理 因為你如果不修 就剛才議員講會更危險 你不修他的話他使用會更危險 那所以現在變成新設的部分 我們就是我們也會檢討 就是剛才議員有建立這個 我們會給他訂一個設置標準 設置標準 那因為大家很多民意 那個地方的里長都看到隔壁裡的有 他們也要有 我想這個不生困擾啦齁 處長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倒是強烈建議這樣一個怎麼樣去 我們地方政府怎麼樣在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一個合理化 然後讓大家有機可尋好不好 阿喬局長要補充 議員報告齁 其實 我們的一名朋友來我們的公園運動是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啦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概念就是公園不要體健設施化 就是說剛才議員說的非常得到 就是看我們的公園的大小 公園的它是幾公頃 包括周遭的住民朋友 差不多有多少 另外喔 所以我們以這個樣子喔 包括說要去 我想唯有這樣才有辦法去控制預算,才有辦法去把這些去做一個很合理的規劃,要不然後續會失控掉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的都阿局長 因為最近我一些朋友還有業者來跟我陳情,就是貨櫃的業者 我翻一翻這些貨櫃的業者,現在跟在做差別一樣 他們在陳情說到底要去哪裡租地 剛剛我們蘇菸成議員講到地價稅,我們去一個同樣的台糖的租金 水漲床高,大概幾乎漲了大概三四成有,幾乎都以上 特別是八八,我們現在八八高速公路下的兩邊的台糖用地 漲得非常的兇,那這些業者真的是快受不了 那我們去找,他請我們幫他協助 局長,很多的這樣現有的都市用地裡面 我看,譬如說我們現在中安路有台糖的一個比較大型的土地 看一看,他可以坐交通停車,可是他就是不能放置貨櫃 這樣的一個概念,我想高雄港,我們高雄港附近 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必然的產業 裝卸貨櫃,放置貨櫃,它是一個必然的產業 我看這些業者,那些找那些像做茶蠟一樣 好像那個要找地,最後可能就是找農地 因為在現有的這樣的經濟的條件跟他的成本 幾乎他只能找農地 這就是我們政策上,我覺得是有殺人 這種東西就是他根本就沒有辦法活 我們是把這樣的政策去讓這些業者去圍滑 局長,我這樣的想法是建立都阿局這邊 在現有的土地使用規則裡面 都市氣溫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現有到底這些貨櫃的業者哪個地方是可以用 因為我發覺現在所有的業者要做貨櫃的這個 這個企業裡面,他應該是超乎我們現在的土地量 也就是說我們現有的高雄市要規劃能夠讓這些業者 去那裡土地,根本都不夠 只是我們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凸顯出來而已 所以我一直在建立說 除了這個貨櫃業者之外 我們怎麼樣去通盤檢討 我們現有,我們中央跟地方 它完全執政後 我們不是在很興奮 而是在怎麼樣去完全負責 中央我們未來,我們相信應該是比較好協調 包括未來的港務公司 這些很多,因為那個地方都比較屬於特殊的行業 貨櫃也好 或者很多倉儲業者 我覺得那個都是有必要 在這個階段 我們當然我們明天也有都委會的一個大會 我覺得,遷就這個貨櫃的業者 他們的困境 我想局長是不是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李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謝謝甄議員 我想貨櫃車這個東西 是在港灣城市會特別會出現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是兩面的東西 就是一方面貨櫃業者 或是大卡車業者 他們有他們停車或是那個的需求 另外對小港地區或是周邊的港區周邊的民眾來講 又不希望說這些貨櫃車去影響到他們居住安寧的生活 那就剛剛議員關心比較迫切的這個部分 就是在貨櫃停車場 這一塊來講 據我所知道 我們在小港地區 總共有幾個這個適合做貨櫃停車場的區位 這會後我們可以再提供給議員 包括說那個機關用地第七號 文小三 公八 公九 那這些都是合法的可以停貨櫃車的 那據我們初步掌握來講的話 他還是有一些空間可以提供貨櫃業者去停放 那另外來講 我想長期長期來看的話 畢竟這些貨櫃的停車的需求 是因為港的關係而衍生出來的 所以負責港的營運的單位 就是港務公司他不可能置身事外 那我們也已經跟港務公司提出來 就是說這個部分必須要由港務公司 他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我們市府這邊會來協助找適當的地 來去做一些調整 來提供更多的需求 那首先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既然你是港的活動所衍生的 你還是盡量能夠在港區裡面去滿足它 不要說你港區你拿去做 你認為比較高價值的東西 可是負面的東西你讓它流出來 我們市區要我們市政府這邊拿去背負 我想這個東西不公平 所以我們有啟動這樣子的機制協調 那請他們也針對這個好好嚴肅來看待 因為畢竟港它是不是只有港邊 它為了港的衍生的貨櫃 它可能會透過交流到附近 有一些所謂的乾港 我想這個是當初台灣在劃定 交流到特定區的想法 是這樣子的結合 那這個我們持續來跟港務公司來 請再給兩分鐘 謝謝 局長請坐 兩個層次 就是局長我想是這樣 就是所有的那個貨櫃業者 跟現在港務公司 我相信都化局是不是出面 不管是在跟中央港務公司這邊 還有地方 現在所有的貨櫃的產業 我相信他們是一個很基礎的一個產業鏈 那這些也是不可避免 應該要去提供有必要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甚至像我們的核花工業區一樣 這樣的一個比較低成本 我覺得都是一個促進經濟的一個方式 因為它本來就是必要存在的 所以 共跟虛的問題 這個需求是多少 我覺得可能 是不是哪個單位我並不清楚 是金花局呢還是都化局 我覺得這有必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做一個生態這樣的一個調查 它到底需求是多少 那我們在做這樣一個土地的規劃過程當中 我相信在未來的中央跟地方執政 我們有必要來說解這樣的業者的困境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局長有提到就是民意的問題 我覺得身為一個民意代表也好 或者地方政府的首長也好 我們都會面臨到當一個共存的時候 然後這樣的一個 當這是屬於可以做貨櫃的停車用地 但是地方民意又反對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必要在做這樣土地的規劃 做一個更慎重的一個地點的規劃 那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在這謹慎過程當中 能夠大家共創三年 地方還有市湖 就是我們的經濟層面 還有業者 我覺得這有必要 我們唯有我們都阿菊還有這樣的出來挺身 去再做這樣的規劃 我相信這些業者才有辦法去後續的生存 要不然 在政教 還給他一個地價稅 我看 我相信這是一個看不到的一個對 一個經濟的傷害 而且可能 好 謝謝鄭議員 剛剛鄭議員 敬毅 我們很多的公園 很多的里長 很多的老年人 都很對這個體建設施非常的需求 那剛剛局長也談到就是說 要以公園的一個範圍 去看要能容納多少的這個體建設施 但是我也要提出來 有很多的里 甚至我也知道有四五個里 一萬多人的一個地區 它只有一個小小的公園 那如果你在以說這個公園的範圍啊 去設置這個體建設施的話 我想這個對地方的一個 百姓講起來是很不合理 那個鄭議員你應該知道 草芽裡有四個里 共用一個小小的公園 那這個也請我們局長這邊能夠納入 去思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請林武中林議員 質詢時間十五分鐘 主席 我們公務門這個幹部 大家知道 今天啊 本時提這個問題啊 心情很重 但是良心叫我揮搜不可 今天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公務機關最大違建 身為公民員依法行政依法處理 都可以諒解 本身啊 有重大違建 你如果說今天發行在杜華計畫其他的局處 國用期三十六局處 我都沒有話說 唯一就是這個地方就是不行 為什麼 來那個杜華局長 你揚一下我這要講什麼 你怎麼會知道 林局長 你都你插 分期土地分期使用 如果沒有付土地分期使用 五萬到三十萬 我付出我付出很多 議員這都沒辦法 這人減基 那這人怎麼 現在我為議事聽 你問你也要發出 大家都是公平 不管是總統 夏之一般女民都一樣平黨 你猜一下這個是什麼單位 你猜得到嗎 我 我不知道 會做一個單位 你跟他說你就不去插 你就插八成 八成啊 小花的 都沒有 高雄 全鄉 全鄉 啊你現在你看 你 你都有空照圖 有空照有什麼 請坐我不怪你 我們討論 來我講給你輕人 阿那有風刺沒有啦 蛤 大家做拼圖大堆 去人家拼的房子都三五色 人家合我來處 合我來處 合我來處 比較前見一樓兩樓 還是說旁邊擴見 殺 我現在要講拼圖大堆 那不是的 整個都是圍結 來我 不能這樣 我看一下 這是哪裡由來啦 我看真的由來 齁 現在整關部叫關 好 我時間的問題 這整個啊 那這樣是花表 你這個 為三坡地 為爺爹 為人的 人的五三一樓 爺爺爹到八個在三百公囚 嗆到他們的建立 這就是拼圖大堆 他 職長就是這樣 五行 更主要目藏 五項 實行本事 違章 建築 提篤技術 這 研導事項 好 来 维建大队本身就是最大维建 我这是 我是有所本哦 各位啦 这样有很讽刺吗 来 第一 他土地使用分区不合规定 我今天就继续检警 我希望 独发局 要告发 五万到三十万 如果没有人会追踪 他是公哦 公不是公家机关哦 公是指公园用地哦 公十二用地 就是公园用地 十二用地 土地分区是公园 而且国家公园 整个小山都听了 村都没听 来 这个他的 图 这里面都是他的 贴图大堆 这就有个注释 有个是商用 就没有一个 他们家都坐落在这个地方 公园啊 管理自治条例 成功电台跟厚明电台 我为什么可以把它拔掉 从日本洗台 厚明电台 因为早期没有公园自治条例啊 现在有设计公园自治条例啊 规定事项很清楚 规定的事项是很清楚 所以本期就把厚明电台 发射来 那不可能的任务 我就把它完成 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里面 这就警官设置 尤其运动极大必要 说是不凡 政府机关啊 违反使用分期法则 都市计划法 你们常常的一七六九条 可以处分 建务的所有权利 使用人 管理人 要发了 六万块到三十万 会发款 并努力 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 恢复原状 本期今天是具体 下面 简直 违反使用分期法则 违反使用分期法则 杜瓦吉 这是你的 来看一下 回来 我总是说 土地 跟建筑所有权利 使用人 现在是谁在使用 管理人是谁 很清楚 出新台币六万元 到三十元罚款 并努力 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 要停止使用 我看你们 有辦法去改停止使用 我看 百姓都是这样 你们处罚百姓都是这样 哪要处罚自己的公共团队 哪要加倍严格 如果这样 不是不罚了 你是处罚单位 还要贴图单位 这就说出来 笑死人 我们看一下 违建大队 无建造使用 我都引用他们的办法 本办法 筹证了违章建筑 为建筑适用地气内 依法 因申请当地主管机关 审查 并许可 运发给地方 资讯建筑 这是建筑 这是他们的 为建筑理大队土地地号 为古章中断 730 731号 经查该住 并无建筑物建筑 建造 或使用执照的申请 这表示什么 该土地地上户 经未依规定 申请自违章建筑 这整个控造图 派位 你看 本席 这是住家 这个地方是合法的 是住室 住室 你们 你们 你们不知道 他们这个 这个围建多大 这都一 两三三楼 这边一 二三三楼 你看 大队队 逾三坡地 他们 他们 可以 在那儿 你看 人 人的厨 他们都跟我说什么 会认识 那厨 那厨 垂直二楼 一定会 人 人 土地 合法 建 丘到三楼 也合法 只不过 建建一楼 两楼 人 最起码土地 合法 还有建物 合法 建造 都有啊 合法 到三楼 他们 这三楼 都没有啦 没有一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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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没有合法 房子 没有合法 三楼 都没有 有 你 你 只管 桌 光 放火 不管百姓 点灯 刮 胡子 之前 要刮好 自己的胡子 有時間去參加,我希望這個地方要回歸公園,回歸國家公園,另找地方才是正途,否則以後你要人聽, 人家說你怎麼不聽,我不會聽什麼,就沒有什麼,正當性, 這個說起來會讓他們笑死, 來,我們看看,你看他們去哪裡了,人家八世打這樣,我告訴你,那不用一天就聽到了, 人家八世就用一個打一個火花,他們這裡不可以打火花嗎? 人家八世就用一個打一個,還可以這扁的梯子扛到這扁,這扁的梯子扛到這扁, 是法律,怎麼樣? 我在這裡,我今天說一下,我真懷念李大隊長,林江龍,吳曹靖,我都非常懷念, 他們都有照,拼圖辦法的倫理,包括他們說的倫理, 今天我說這個事,我真不想說這個,我從來,我不要再說大隊,為了大隊長換了之後, 我告訴你,我做十四個議員,十幾年,我從來沒有在議會在執行,拼圖大隊,我說不要聽到, 為什麼我這一屆就天天要,包括那些預算,我告訴你真的喔,這個要不遷移,要是不遷移,或是不拆啊, 你們拼圖大隊的預算都不是要過的,我憋個是有道理喔, 你們如果不先去聽一個家人,家人家,家人家這樣,家人家弄一大堂,不肯使用, 我今天執行以後,你們要去打,自己打自己,打一個大洞,家人家這樣,不肯使用, 我uctang, 你們看,你們的高雄市維1460,程序年,你叫你們這些完工稍微看一點啦, 不要那個早上有說一句,那個時候真的有說那句,你大隊有說這個,那副大隊說這個啦, 大家都要去拔 不管黑白鎚 这就跟你说 这就有优先的胎处 第一信位 第一信位是危害公共安全 你们贴族大堆 为散步地 你黑白去住去去的 那里有水灾 那里有土石流 那个食物怎么样 公共安全 如果要贴族大堆是 第一信位优先菜主 我跟你说 你没想到第二信位 这有年纪的 八十六年到九十七年 这都有年纪 除非有公共危险 我本身去减击一个 汽车销售厂保养厂 他们是去哪里 来 我们看一下 我先讲这个 违建大队 建议三破地 严重破坏水堵保持 影响排水 如逢大雨 台风恐有造成 公共安全 你怎么你感觉 你又可以去 跳褲大堆 为国山 你都这样 驾八卦公舟 八山顶 那一般的八十 可以把国家门开路 开一条路 开到你们 跳褲大堆 天荒夜谭 不可能的 事情 还可以开一条路 开到 贴图大堆 对本堡 你看 整个 整个 没政府 人要稍微 我刚才说的 内政府把高雄市违规 我常常跟你说 到底是这个 听这个 应该是地方的 把中央抵触无效 任何法令把宪法抵触 通通无效 我们做公民团 最好法律的位阶 你要搞清楚 内政府为主 我明明跟你说 这间位阶 除了说 民族一路 这两个办公 这一 这都位阶 这就是 这属于 助武 要保持空力比例 要保持保持 至40以上 这个 大位阶 他跟我拨出 那个年纪 超过多少 这个 这属于有营业行为啊 占地法定空间 横向的水平啊 这是贵政部规定的啊 那内政部说 把你 合法建筑物水平 增建 违章建筑 占 用法定空间 营业啊 法定空间 营业使用 影响什么 公共安全啊 当地机关 要排定市场 要去限制 去采取嘛 这就很明确 为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 我本生是叫你去 叫你去 贴的哦 我不是 跟你 跟你说 我叫你去贴 我叫你去贴 这个 做事情 夭壮鬼 一台车 都整百万 有四个五个 来给我 陈寻书彥 没有 我把那车 有什么关系 结果你贴 图大地 说自我 的男性 再去研究 今天啊 我要讲这个东西啊 都有所本啊 其实我 我 很早就知道 我都没话再说 放着心来而已 所以 现在 我跟你说 媒体 解出来 你以后 我贴图大地 有何面目 再去贴人家 人家贴图大地 说几个月就好了 你们贴图大地 比我 去 要整百杯 我到底使用分期 包括 什么都没 我又到底合法 我的建筑也合法 我这部就 只一楼两楼 没有合法而已 请再给两分钟 谢谢 所以哦 我把 我们的 局长 扶到这个 你都我的好朋友 大概都相处 几十年 你包括 你 局长 你做的 做的科研 开始 这样做 队长 他就走上 局长的位置 我也希望 你 你要秉持 以前 当基层 那时候 那种的精神 该要怎么样 我是建议啦 那个地方 应该要签你 要补合法 建议府 看要怎么处理 你们去处理 不然你现在要怎么用 你今天说其他的器官 我没意见 你本身 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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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维建 重大维建 立丢先的公共安全 你说不哄斥吗 我问大厅 你那边 面积 副多大 大队长你答复一下 那个面积有多大 大队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 还有谢谢林立委员的指教 首先我要答复就是说刚才林立委员 没有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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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问你 我时间有过 我问你 你那些维建 你的战地 贴族大队 都种整屁 都种落地 其他就不要讲了 那个基地面积部分 因为那边共有五栋建筑物 那这五栋建筑物里面 A栋里面有1638 B栋有238 那 C栋跟E栋一共有1130平方公尺 D栋有678 那 我 我 我 那刚才 议员指教的 我请你 坐下啊 刚才议员以上 我请你坐下 我们全都是合法建筑 我叫你坐下 主持人要自止啊 那个 林立委员 好好讲 老师 我让你坐下 我叫你坐下 所以三大 八歲三大 你跟他講的時候 阿嬤跟他講 阿嬤跟他講 阿嬤跟他講一拜 你跟他有多少年輕 人家投負他的 這樣他就在那補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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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說我們八歲的心情 現在你跟他大大要不要跟你講 你大跟小胎 我也要跟你講心情 我想我們 大家 都沒在那補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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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這個正方性、實際的公平性 不只是憑這個地方 要給你騙你 我言道道歉 以後,我老人犯見 我也會找你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我告訴你,我嚴格出來了 我告訴你,我相信自己的防守 自己會重大為戒 什麼重要? 你如果我先出不來 本期 哪有票還要把你的公平 你如果不得了,我服務員都會來刪 我好更擔心 這個主席 好,謝謝林伍中議員的質詢 現在向大會報告 我們休息十分鐘